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我们常常 像我在家里我会做咸蛋苦瓜 那可是讲咸蛋苦瓜 感觉就觉得不怎么样 就是家常菜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呢 我们要教一道叫金沙玉竹笋 我们邀请到的是 南开歌技大学的副教授 许之航 许老师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 难得 你看老师从那么远的地方 对啊 对不对 老师 金沙其实我记得 我们节目上曾经介绍过 对 今天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今天不一样 什么叫不一样呢 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我今天的话就多了 有我们这个沙拉笋以外 对不对 冷笋以外我今天还加了角白笋 对 所以它会不一样 是 就玉竹笋嘛 对 我们就把两种笋把它配起来 对 好 那到底怎么做呢 而且我看老师你看 准备了好多的酱料 所以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对 好 那其实我们很简单啦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笋啊 这是竹笋嘛 对 竹笋的话我们就先把它切 有时候我们也要看老师 切到底是什么方向 我们就把它切成煎形的 对 所以还是保持那个有原本竹笋的形状 对 对 这刀工很重要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想学的 来 哦 先切对半 然后一开成四 对 那其实我们切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切 我先对切以后啊 对切以后 你再给它对切 这样更简单 对 这样一般的我们这个家庭主肯会比较清楚 要教我们简单的啦 对 对 难得你留着教给学生 对 好 我们就给它放着 所以这是竹笋 对 然后我们有角白笋 那我们角白笋的话 角白笋的话一样 我们就把它稍微切滚刀的 是 对 老师我发现你的角白笋好像有先去一点皮啊 对 因为角白笋的话你把它去皮了以后啊 它那个纤维纸有没有 纤维纸的话它比较容易怎样 入味是不是 对 有没有去皮以后它这个皮下有没有 对啊 我刚才发现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想要看薄的地方也被我问出来 这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一样耶 两个都是这样形状 然后竹笋因为它是大大胖胖的 所以它就是一刀然后对开切成四个 好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有这个红辣椒 是 红辣椒的话我就把它切 把它切成小圈圈 装饰一下 对 这个红辣椒是装饰用的 对 这个红辣椒通常比较大它就是大概不会太辣嘛 对 现在的红辣椒它都改良品种比较不会那么辣 对 然后你要辣可能就是要那种就是比较小一点的辣椒 对 那我们就给它放着 放旁边 对 放旁边 对 那老师今天准备的颜色好丰富喔 然后这个是那个青龙椒 对 糯米椒 对 糯米椒 一样 这个也不辣的 对 这个不会辣 装饰颜色的 对 也是一样切成小圈子 对 通常老师的摆盘是观众朋友应该要真的是外面看不到要认真学的 如果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有一点点摆盘技巧的话 那个整个菜看起来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口感就会变得更好 那一样我把它放旁边 那我们少不了我们就是放一点那个葱嘛 对 葱 葱的话我们就是切葱花 对 现在金沙其实运用在很多的 比如说金沙杏鲍菇啦 对 胡瓜啦 对 然后老师今天教的是竹笋加角白笋 对 那还有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加 南瓜 哦 南瓜 对 对 对 有时候你裹上金沙之后 其实它那个口感就不一样 对 就不一样 香气也不一样 我们全部把它切好 对 就给它摆成 先都准备好 对 等一下再下料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们是蔬食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吃素的我们就不要放那个葱 对 对 就看自己可以用的食材嘛 对 然后我这边的话它这里有那个豆酥 对 还有那个有蒜酥啦 蒜酥 对 蒜酥的话 如果我们吃吃吃全素的我们就蒜酥那个就不要放了 豆酥还可以 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再来的话我们这个呢 就咸蛋黄我烤过了对不对 对 烤过咸蛋黄呢 我就跟这个蒜头我就用什么 益拉转 益拉转 对 好 这个益拉转好漂亮 对 然后我咸蛋黄我就直接放下去 跟蒜头一起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简备 对 对不对 好 一样 我们就先按拉 哇 这样方便很多 对啊 虽然这么多如果我要在那边切碎 所以其实可能会整个盘盘都是哦 对 蒜头跟咸蛋黄一起打就可以了 拉出来它都很细了 对 已经很细子了 对 对 对 好 好香 好香 再来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会调酱汁嘛 那酱汁的话我这边的话我有放一点点这个马告 我还以为是黑胡椒粒耶 对这个是这个是 那个仁耐那边跟那个就是我 我们当地的那些原住民的好朋友买的 这是原住民最好的一个香料 对 所以我们现在开火 对 开火 给它扁一下 所以用干煸就可以 我刚刚鸡婆还赶快把油拿出来 你看 我想说老师应该是漏掉了 来 真的很像黑胡椒 对啊 而且这个的话又吃起来它比较原住民那个香气 山胡椒 对 所以它下它的味道吃起来会像胡椒一样吗 对 像胡椒 对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本 对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那个比较家里如果有剁刀啊 你可以剁刀 把它稍微拍一下 那就放塑胶袋里面好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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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比较不会撒 你看像我们那个中药店它都有那个导药的那个有没有 是是是是 对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跟那个玉兔 也可以玉兔导药是不是 对就可以跟它借 对也可以哦 那我们在扁的时候你就稍微摇一下就好 对 好 摇一摇摇一摇就好 其实它那个香味已经开始出来 对 所以就用锅子干编一下反正你刚好要热锅嘛 对对对对 感觉好像你看它已经开始在跳动 对 对 自己已经对啊已经开始在满动了 对 它热住过它才会香 有现在香气已经开始出来 像我们在在做料理有时候你香料的话就是可能要锅子里面 或是家里有烤箱烤过 对 或炒过它会味道会不一样 对 所以像我在家里自己煮菜 我最喜欢就是在厨房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你每一个食材下去 然后它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 对 这个有时候是吃不到的 在在跳舞了 对已经开始在跳 那我们这个要煸到什么时候呢 煸一下就好 就不一样 那它味道对味道给它出来就好 加热过它香气就会不一样 像比如说老师曾经也在节目上讲过 比如说如果你要加豆瓣酱或是酱油 其实也最好是让它在锅子里面稍微过热一下 对对对 好 你看真是可爱 你现在很像在在玩游戏 你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在我们要调味的那个地方 因为它还有一个热度嘛 有没有倒下去的时候 对 它刚倒下去那一刹那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盐 盐 对 所以要用这个来调对不对 对对对 好 现在那个香味出来了 那锅子我还是继续热的吧 对热的我们先来怎样 先来可以倒一点点油下去 所以你果然要油对不对 对那因为我们这锅子 就是而且我们放一点橄榄油 那因为我们锅子的话 刚刚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炒过 然后它里面还有还有那个 马告的香味 对马告的香味 对 对 那然后呢我这边有一点粉对不对 对 我就沾了一点点的这个 筍子 对 在这边沾 来 看一下到底要沾多厚 对 全部都先放进去 对 好 老师那一些粉是面粉 对 我们沾一些面粉 拌一下就好 因为你看刚刚筍子切开 其实它上面有一点点的水气 对 还有一点点湿润 对 对 所以也不用再去沾水了 对 好 那我就给它放下去 所以沾一点点薄粉而已 对 我们沾一点点薄粉给它放下去 老师那薄粉的目的是什么 让它吃起来比较酥脆一点 对 对 如果我没加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酥脆 对 那你如果说我今天粉不要吃那么多 我也可以不用加 也可以不用加 对就吃它那个原味 对 对 那粉的话你放了之后有时候就是 就是有时间你就让它稍微有一点反潮 粉就不会脱落 对 就是沾好粉之后然后在旁边让它 擦一下 对 因为食材其实本身还是有一些水气在 对 对 那个叫做反潮 对 我以为地反潮会反潮 原来食材也可以反潮 对 你看 这样量就看起来就很多了 对 那这样子你沾了粉之后坦白讲是 角白笋还是竹笋其实应该都分不太清楚 对 好 我们就火小一点 给它下去煎 对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对不对 这边的话我刚刚我们有调的那个炒的那个马告 对 那我会我会先来把这个寿司调起来 嗯哼 趁空档先把它塑上调起来 这边的话这个是那个蜂蜜 这个要翻面吗 可以 这个我来看 蜂蜜 蜂蜜先加下去 它这个这样子它只要跟锅子放出之后 它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对 然后红酒 这个是红酒醋 加醋 对 红酒醋大概 大概 我们这个三匙就可以了 对 所以它吃起来会 我现在想到就开始流口水 就是那样甜甜酸酸的 对 那柠檬汁的话我们先加一匙 又加柠檬 对 这比较原味 柠檬 这是新鲜柠檬 都下去挤汁的 对 一听就觉得很开胃 然后边讲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口水开始流出来了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 那真的老师不一样 一般我们吃到金沙 其实我觉得 对 相对都是油腻的 对 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蛋黄 它需要比较多的油脂 然后我会再放一点柳橙肉 柳橙肉 这样 那我们再 你看我们这个油粗它就调好了 对 看起来挺简单的 对啊 因为我们来做这个 就是要做简单一点的 对 我还以为这样乍看之下 感觉上那个马告的那个 很像是那个百香果的籽 对啊 很香 有没有 柠檬汁跟那个红酒 对 然后居然会加上柳橙的肉 对 好特别 好 好 来 放旁边 焦棒 好 那我们看如果我们的油 你觉得还不太够 所以我们再给它加下去 因为我们有放一点粉 对 再放一点油下去 所以老师焦的是健康版 对 你看它油是不够再加 不够再加 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一次吸太多 就进去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最喜欢在家里做菜 也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做菜 就会相对就是那一些 除了自己吃得到看到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家的那些东西会偏向于 对 比较少油 少少盐 对 有没有它颜色就出来了 就不一样了 对 那笋的话 笋子它本身它也会吃油 是 对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原理 你沾了粉之后再下去煎 它是油会吃得更多还是更少 下去煎的话 它吸进去的话 它其实油吸进去的时候 它就跟水分融结了 对 吃起来就不会油腻 对 然后会有一点酥脆感 对 对 给它煎得差不多了 对 对 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咸蛋黄 你看老师又不起锅 对 直接把它挪到旁边来 那因为我们就看我们的量有多少 对 不是全部 就慢慢加 对 那像这个你打好的对不对 对 你就可以怎样 把它放在那个冷冻 放冷冻啊 对 因为冷藏的话它会怎样 它会 有那个油耗味 不是 冷藏第一个它可能会出现油耗 第二个冷藏它有湿气 比较容易会花霉 是 对 那现在我下去的时候 最好我们再放一点点油的下去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 我知道就是在外面就是你点菜的时候 点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咸炭苦瓜或是什么的 其他的那个油都会用很多 对 老师是倒一点倒一点 可是在外面的师傅 可能是一大瓢一大瓢下去 对 那你看我们一边炒对不对 对 我们一边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什么 这些 还有那个蛋黄的味道出来了 对 好香喔 所以这就是站在这里幸福的味道 对 先给它炒了 如果有一点泡泡 要炒到起泡 对 炒香 其实它油越多 它泡泡它是会越多 理论上 对 那我们在家里吃就是适量 对 而且我们会选择比较好的油 对 做料理对不对 好 所以再把这个 辣椒 红色的 绿色的要下去 对 因为它辣椒还是要炒过 对 它才会有那个香味 虽然不辣 然后我们的葱呢 我们就给它放在这个竹笋上面 因为葱的话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用拌的 是 对 因为葱它比较容易熟 好聪明喔 你看老师整的洗锅子 然后呢 又可以一次到位 所以它把葱放在那个竹笋的上面 对 让它有热气 可是它不会接触到锅子 对 开始有一点起泡 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一锅 然后三边 对 锅子好用就是这样 而且的话我们一般家庭可能 你这个可能要到去餐厅才可以吃到的 但是你看 看我们的节目在你一般的家庭 我们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就最喜欢邀请老师来 虽然老师很远 大家知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哪里 南开大学 南投吗 对 在手工艺馆那个 是啊 对 再上来 真的耶 对啊 我们校园很美耶 真的为了要录影 每天早上那样子 就是天还没亮就起床了 对啊 天还没亮 看到那个月亮还挂在那边 是 所以真的是天还没亮 已经起泡了 对 所以老师目前这一锅 三个东西它只有在顾蛋黄而已 其他的就是让它在锅子里面随便它了 对 这个蛋蛋黄的话 对 真的起泡了 给它炒 对 而且它蛋黄跟那个蒜头是打在一起 对 所以我现在闻到的不是那种很油腻的味道 对 是那个蒜香味 对 这样子蒜头也比较不会黑掉 对 那你看我这样把它下在这个地方 对 等一下下去拌 就好了 对 简单啦你看 所以就是要跟聪明的老师学料理就是了 好 这边我们就给它干扁 等一下再拌一些油 它就会油亮油亮 是是是 所以我们油就是一次一次慢慢加 对 不要一次加太多 那这样每一个食材它会吸附的油脂就会相对少一点 对 那这个的话炒的话 那有的它会想像餐厅的话 它就蛋黄烤好了以后 它就放一点橄榄油或沙拉油下去打 直接下去打 对 在煮的时候它油亮它 你看它就加的又更少 但是它其实它是打在里面 是是是 对 它这样子你看这么久 它现在整个泡泡已经很均匀 然后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了 对 那我们今天的话 对 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就是 如果说你要调味 你就放一点少许的盐巴 但是我们蛋黄本身它可能有点鲜味 那我们今天会放一点豆酥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吃这个原味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 在家里的话你要味道重一点 你就放一点那个家里的那个海盐啊 或金盐这样下去炒一下 都可以 对 所以很多的食谱上面老师都会写 比如说盐啊或者是糖啊少许 那这些就是自己酌量最强吗 对 对 有没有它已经一直来冒泡了对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辣椒 擀过来 对 把它擀过来 跟它一起炒 因为蛋黄里面还有油 对 然后呢我再放一点豆酥下去 是 今天加一点点的豆酥 也是要让它跟锅子也接触 放一点豆酥下去 那豆酥本身它也会咸 豆酥也会咸 对 好像没有自己在家里加过豆酥 对 我们家去炒 那豆酥它通常老师跟什么东西比较搭 豆酥喔 豆酥的话我们通常有时候去一般餐馆 它有豆酥鱼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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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呢差不多都对 我们就直接下去拌 整个拌 对 你看然后那个葱就在上面 对 像老师讲的就是把它拌进去 你看 刚我们在炒这个有没有 咸蛋黄的时候 对 它这个它就又可以帮我们就封调 有没有 放在旁边这个笋 它就会变成了 剪起来有点金黄色 也蛮漂亮的 对 它刚好那个笋都被切成那种 就是有点 就是三角锥的形状 对 所以每一个面它接触的颜色不太一样 好 最后把我们的蒜酥 再给它放上去 蒜酥再加上去 对 这个就提味上来 对 好 哇 感觉好丰富喔 你看 对 你看它颜色就不一样 对 好 其实这样吃就很好吃 对 然后还要沾老师调特调的酱料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熄火 好 这样就准备完成了 熄火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好 老师是要放到那边吗 好 那我们就直接 就放在这边 哇 好香喔 整个厨房全部都是咸蛋的香味 可是没有很多的油力味 第一个是我们虽然油量也有用了一些 可是我们选的油是比较好的油 而且老师是慢慢慢慢加 总共大概加了三四次 对 好 好漂亮喔 然后那个红辣椒跟那个糯米椒 那个红色跟绿色 会让这整个盘子变得非常的丰富 所以配色啦 刀工啦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烹调的技术 其实都全部把它含在这里面 好 然后我们就来把这个生菜有没有 对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会放一点点这个 这个叫 红卷 旁边还是要白一点 对 一点点生菜 接下来就是大家眼睛不能离开的时候 就是老师要摆盘了 煮东西或许大家看了学了大概差不多 对不对 已经学会了 那老师也讲得很清楚 可是接下来摆盘就很重要了 好我们就放一点粒卷 旁边先放红卷 然后再放绿卷 对 就是整盘要让它颜色颜色非常丰富 然后感觉端上去就是一个大菜 虽然只是几个笋子而已 这个但是这个就是 有时候 现在这种生菜一般的话 我们也很普遍 对 在有机店其实大部分都买得到 可是你把它铺上去之后 我们要学的就是学老师怎么去配色 对 那所以老师是 红的绿的红的绿的稍微去相间一下 对 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它已经有这个颜色了 对 我们再把这个小的金莲叶 没有看过 金莲叶把它放 金莲叶 对 给它放上去 好看 好像那个莲花池里面的莲花 对 好漂亮 那摆起来之后就更立体了 每一个东西上面好像浮了一片 像少了一只小青蛙 有人会怕青蛙 所以现在绝对没有办法在上面摆 好 把金莲摆下去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我们就撒一点点的食用花 真的是很漂亮 老师通通把它摆在旁边 对 因为花你摆着你要怎么摆都OK 对 你看我们菜的颜色已经很丰富了 还有笋子的白色 然后还有红色跟绿色的胶 对不对 对 还有葱 所以旁边就是在点碎一些黄的 对 就是里面没有的颜色 真的是很漂亮的一道菜 除了好吃以外 其实也一样 就是颜色看起来要非常的漂亮 那酱汁呢 酱汁的话 我们就是 开始把它 淋下去 是 淋在那个生菜 你看这样闻到已经都是蛋黄的那个香气 对 然后再撒上一点那个酸酸的 不知道什么 到底是什么味道 真的非常好奇 稍微淋一下 淋在旁边 对 然后让它渗透到那个菜里面去 对 那我们是不是有留两个竹笋对不对 对 我们就把它放着 盖子 对 给它摆着 一般头都是把它丢掉的 对 我们这样 老师还特地把它洗干净留起来 没有 这样就一盘菜了 对 这个上面还掉的葱花 对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金沙玉竹笋 上菜囉 这个玉竹笋 对 加上角白 你看我这个最棒了 你看上面满的 对 对 咸蛋黄的香气 豆酥的那个 咸香味 对 然后竹笋咬下去是脆的 对 这种竹笋是整支下去煮的 对啊 好吃 然后吃起来不会太油腻 好香喔 好香喔 因为我们吃吃了如果说我客人会觉得说 或者是我们家庭煮的可能会比较油 我们就搭配这个玉竹 玉竹 玉竹就搭配生菜这样吃 吃起来会有解腻的感觉 因为我们家的柠檬汁 对 对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喔 很特别 而且它不腻喔 一点点柠檬汁 然后一点点甜甜的 对 让人家有一种那种恋爱的感觉 对 真的讚真的讚 而且那个整个配色很漂亮 记得 这个竹笋一定要留下来 光那个摆盘就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啊 因为我们是做菜 只要给客人知道说 这道到底是什么菜 也对 也对 你看 让他们看得到吃得到 对 猜不到我们怎么做的 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 对 今天非常谢谢徐老师 谢谢 而且这么远 带来这一道 很特别的叫金莎玉竹唇 竹子够健康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